真的很令人羡慕 国庆廉假已经有三天 但是国内有一间公关公司 就是要让别人很羡慕 因为他们有方法 只要你符合这个方案的话 就可以比别人多放一天假 等于是有四天的国庆廉假 台湾 生育 国人 还没到国庆假日 员工就这么嗨 就是因为这间公司的职员 可以礼拜四就提前先放假 老板定出规则 只要员工自拍国庆祝福 上传社群网站 就能够多放半天 而如果再邀请外国朋友 一起拍祝福影片 集满104位 所有员工可以获得 有薪假一天 很兴奋 就觉得有这种福利 然后我达到了 然后就是比别人多放一天假 科技也仅期不加 要停证员工士气 老板的立项鼓励员工 不仅能让大家修个扣本 也可以达到提证士气的目的 我只是希望 借有这样的机会跟方法 让同事能够更活泼 跟轻松的方式来度过 而国庆假日 比别人多一天的 还有这家公关公司 不过不是人人都有 你得任职满五年 而且业绩有达标 这一个月就可以 每个礼拜都周休三天 而遇上国庆廉假 还可以直接放到周一 我觉得非常棒 让我下个月 会更有动力继续冲 预计可以达成的目标的话 我觉得我们部门 下个月应该还有三位同事 真的好羡慕 但这群员工 可是很努力工作 和老板一起打拼 才能享有这么多天的 国庆廉假 下集团 下集团